主料,西兰花500克,西红柿200克,辅料,蒜子,盐4克,盐5克,煤组2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西兰花去老跟着小朵,在淡盐水中浸泡30分钟,清洗干净带用,西红柿去皮,切小块带用,做锅烧水,下少许盐和油,下西兰花朵烫2分钟, 捞住过凉开水,沥水带用,蒜子千米,做锅起油,下蒜子爆香,下90%西红柿块,翻炒一分钟,将西红柿熬煮成浓厚的茄汁,下西兰花即剩余西红柿块,加盐,味醋调味,翻炒均匀,让西兰花均匀裹上茄汁,翻炒两分钟,起锅即可,烹饪技巧,螺里巴缩,一西兰花由于生长结构, 很容易藏你小虫和残留浓药,一定要用淡盐水浸泡清洗后才能适用二欧煮茄汁时,不要加水,西红柿本身水分充足,不加水熬成的茄汁口味更佳,三括水了的西兰花很容易熟,在锅内只是稍微翻炒,裹上茄汁,西兰花稍变色即可起锅,这样口感清脆, 四次菜红绿相见,色彩明快,如韶尔花落绿蔭之上,很美接上完沐雨醉了,她协意在树下的青石上哭泣, 耸动的双肩将我心如刀割,韶尔花瓣纷飞,洒落在她的衣衫上, 我想红楼梦终使香鱼醉过勺烧烟,也无法比你这眼前的一幕,我扶着她的肩,让她靠在我的怀里,任凭泪水浸湿了衣衫,终于沐雨的情绪稳定了些,我失去她酒色飞红,拉在双颊上残留的泪痕, 姐姐,以往都是你轻轻的我的苦恼,今天,就让我来分担了你的忧伤吧,沐雨热血迷茫的双眼看着我,阴唇微动, 像某树说着她的境遇,我的心碎了,原来大学里一个男孩疯狂的追求着沐雨,很帅很阳光,家境也很丰厚,她总是变招法子让沐雨惊喜,吹绝不出足,终于,沐雨在她狂风暴雨的攻势下沦陷了,成了她的女朋友,偷吃了禁果,一周前,沐雨发现自己怀孕了,她很害怕,她告诉了男孩, 希望男孩能安排她惶恐的心,男孩却显得异常的冷漠,没有直言片语的安慰,没有一个温暖的怀抱,只留下一叠冰冷的钱和一句,更冰冷的话,打掉她,此时的我,不知该说些什么, 我害怕,一个不小心,会再次触伤她伤很累累的心,我只能抱着她,紧紧地抱着她,默默地倾听着我的女神的哭泣,至少让她感觉,我胸膛的温度,沐雨怀孕的事情最终被父母知道了,结局可想而知,很悲伤,很无奈,沐雨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沉默寡欢,不再出门, 如一朵凋零了的韶瑶花,后来,沐雨许家离开了这个城市,从此再无音讯,今日再见韶瑶花碑,让我想到了沐雨,这个美丽的女孩,我曾经的女神,你现在身在何方,是否依然哀伤,也许此生再也无缘一件,但是,沐雨,我的姐姐,请你望着那些悲伤的往事,重新站起来,生活的路还长, 也许我们还要经历更多的苦难,但是,只要心为死,我们就能迎着太阳拥抱明天,新兰会在沐雨花旁为你祝福,为你祈祷,默默地关心你,牵挂你,沐雨啊,我的花神,也请你用户那个曾经坐在你身旁的伤心的女孩,永远幸福安康,像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,一定会有一个值得她爱的温柔男人 在等着她,她会呵护她,她会包容她,她会用她的一生去爱她,主人心兰花钱随笔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